我們很快講講哥倫比亞的問題 其實你看到3比0的比分 但其實跟希臘比較積弱的關係 相反來說 哥倫比亞他們中場的支配能力和控制力 控球能力和互存能力其實是一般般 而且他們傳送時的決定時間是比較長 即是說其實佔據的時間優勢是比較少的 所以你看到其實如果他們在這方面做得好些的話 其實3球絕對是少了 應該可以入多幾球 入到3球的原因就是歸功於他們 即是前鋒實在有一定的實力 即是馬天尼斯他們 當然其實他們已經在球會裡面證明了自己實力 今次的世界杯是展現世界的意思 但幸好的地方就是哥倫比亞的中場大佬 是古亞連未上陣的 這個效力國際米亞兩球員 看看他之後的比賽會不會上陣 對哥倫比亞會有些幫助 但首先他拿了三分周也算是一件好的事 接下來就說三場令人匪夷所思的比賽 最匪夷所思就是烏拉圭是1比3輸給哥斯達尼加 雖然哥斯達尼加我認為是踢得好的 以及被低估了 但烏拉圭的問題似乎是在他們自己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認為烏拉圭的教練 他是沒有一套 如果幫梳雷斯受傷的時候 烏拉圭的教練是沒有一套 是見得人的戰術的 即當沒有梳雷斯 烏拉圭就不會踢了 無論是中場的套路 進攻的範疇 全隊一籌莫淺 基本上他只是挖長球上前面 但是你挖長球對準的位置都不是卡雲尼 是挖落兩邊 這些做法其實是比80年代的英格蘭 是更加不先進的打法 這些做法基本上一定要改 希望我教練知道的問題在哪裡 另外就是蘇拉圭的問題 蘇拉圭的問題是 他曾經跟記者說 我是不會缺席這個世界盃 看來他現在這句話應該是說謊 因為呢 因為呢 落後了的時候 教練都沒有想過換出來 似乎他的傷勢是不簡單的 這方面我們真的猜不到 要密切留意蘇拉圭的情況 跟烏拉圭的狀況是有直接關係 究竟烏拉圭的前途是怎樣呢 其實都還未清晰 因為蘇拉圭的問題我們都未肯定到是怎樣 但我們只能夠說就是 如果摸蘇拉圭的套路都是挖長球 那就很大問題了 另外呢就是英格蘭的比賽 英格蘭的比賽其實呢 一直以來呢 英格蘭上半場呢 那個問題都不大 問題出了下半場 下半場呢就 其實呢 你已經見到呢 是有球員抽過筋的了 那就是他們那個衝刺型的打法呢 就是在這個地理環境上面呢 可能就不太適合 但是呢 既然球員的那個屬性是這樣打呢 所以就沒辦法要這樣打的 那既然間 要這樣打呢 你就要在適當的時候呢 就是換出適當的人啦 但是學神看來呢 在這方面呢 還要是 就是 斟酌下 因為呢 你看到他的換人的策略呢 是 可以這樣說是錯了 即是說 嗯 其實你見到呢 有球員抽筋了已經 你開始是要考慮是換一些年紀大的人 而不是換一些還能打的人 即是他竟然呢 是換Henderson出來的 而不是換謝拉特出來的 那這方面呢 其實有問題 謝拉特已經是抽筋 他都不換出來 就換這個是 Henderson 那 那 不知學神和謝拉特是否 就是 就是私底下有些溝通交流 是不是 謝拉特認為 他 今屆是 最後一屆世界盃 所以他想踢足 但是其實是很不智的 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很不智 就是 做一個教練是不能 不可能是 就是 沒有自己主義的 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沒有自己主義 還是他不知道 嗯 英格蘭的教練問題呢 一直以來都是困擾著他們國家隊 那因為英格蘭的竹總呢 他們請的教練 永遠都要跟他們是老友的 那如果不老友的教練呢 是不會請的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可以這樣說 是 就是非常之 是 落後思想的 英格蘭的竹總 不過英國人是這樣的 就是 其實 英國人是很保守的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究竟 還適不適合 用這一種打法呢 英格蘭 那我認為呢 其實是可以繼續打下去 因為其實效果是有在的 那但問題就是 一定要有適當的人員調配 那究竟訓練的情況是出了什麼事呢 是否因為學神要那些球員 是穿起碼四件球衣去訓練 就說要適應這個濕熱的天氣 會令到那些球員乾了 在訓練期間 那這個我們呢 因為我們不是專業的體能訓練員 或者是官員 那樣我們是不知道 那但問題就是 那在臨場的調配上面 學神其實是 還是需要繼續上課的 那另外呢 就至於日本的問題 那日本其實 但是上半場我們看得到呢 那個支配率呢 其實是在科迪亞之上的 也是領先的 那但問題就出了在呢 就是下半場 那因為其實我認為 日本他們的優勢呢 或者他們整隊球的特色呢 就不是防守 而是控球在腳 是保持護傳 是支配 是控球率 是這個 是中場的 一些 控制權 那這些 似乎日本是沒有這樣做到 而且還縮後了 那你見到科迪亞進攻呢 其實他進的兩球球 很突然的 其實如果你 拿得到那個球 就是我講日本隊呢 如果你能夠控制到那個中場 控制到一個 控制到的是 操控制到那個 操控制到那個 控制到那個 其實呢 很多突然性的問題 是會解決的 那但我們看不到 日本是這樣做的 而且呢 教練也沒有 亦都覺得要防守 這樣那 不知道會不會 跟意大利的教練有關 那但是這個問題呢 需要調整,日本要打得更加侵略性和進攻營 當然有些是下雨的原因,令到地面戰有影響 因為科迪亞入的兩球球都是全中球,即是高空球 可能日本是給天雨的影響 這些不確定性我們真的猜不到 所以烏拉圭、英格蘭和日本其實是輸教練